北京时间三月二日,中超首领比赛继续进行,重庆苏伊这场迎战广州复利,而在比赛中,双方打出了一场精彩的比赛,重庆苏伊在先进入球的情况下,对对手连入二球反超,而进入到50阶段,重庆苏伊不一一粒地奔跑,也换来了赌鸟阶段的进球,帮助球队外,二低平对手。 然而这场比赛还是出现了让球迷们颇为不满的算不实表现,正是在下半场第78分钟,重庆苏伊前场带球被断,复利新人跟队来,抢断送出学传球,张哈维得球快速反击,而在此时重庆苏伊后场仅有一名球员,反观广州复利,已经有三名球员参与到快速反击中,张哈维左路带球突立对方进区湖附近横桥位里, 新人赛包机球后,突入进区把甲目射,皮球被门将随为节省有分堵,广州复利措施了生死比赛的绝佳机会,不过这次复利的反击中,也有贼成值得关注的一幕。 当登队莱送出走路携传球时,在登队莱身边的重庆苏伊球员,贝兰南迪宇岸还处于落后的身份,但像一个镜头,这名34岁的波西球星,就快速回撤到本方半场协助防守。 请注意的是,广州复利战争的国内球员,此时还没有跑, 广州复利战争的重庆苏伊球员已经超过三名防守球员回中参议防守。 由此可见,广州私立这次反击的参议人数虽然多,但关键时刻并没有表现得积极,尤其在最后的那名国内球员,或许是更加信赖为人队友。 但在这段足以生死比赛的机会下,若是能够更加快速地参与大进攻中,也许就彻底生死了比赛,也不会让动手的三分变成一分。 大家知道这场比赛,34岁的大摩托,多次做出精彩的突破过人,甚至出现了大腿有些拉伤的情况。 但球队在效若困境时,总是能够用对于一力地跟跑篮帮助球队,还传近资温之所以能够在得秒阶段打进半平底分的进球。 还来自三名大西球军的不放弃精神。 这是第92分钟,大小摩托在福利剧区内的一次精彩配合,撕开空档,四老南边横传门前助攻卡尔德克,完成投出拓门。 对于这场比赛的国内球员,在与高水平球员过招时,也许技术达不到对方的一半。 但拼得态度,弱势也不及对手一半。或许这样的球员,真的算不上职业球员。 专注中超,怪怪,国足赛事的点评与分析,想要了解更多足弹资讯,请要在上面点击关注,谢谢。